你知道自己是哪一种类型的自行车手吗? 你知道自己跟世界级好手的差别在哪里吗? 这支影片将告诉你如何透过骑乘能力分析功能 来了解自己属于哪一类型的自行车手 以及如何判断目前的骑乘能力 是否能够挑战某条路线 你的骑乘能力类型是透过综合考量最大摄氧量 功率曲线资料 近期和长期训练负荷分布 以及相关骑乘的强度和持续时间来判别 所以在确认你的骑乘能力之前 你必须提供装置正确的使用者资讯 7天的训练记录及最大摄氧量数据 以及从功率计得到的功率曲线资料 每次完成训练后 你的相容装置会提供有关与此次训练的成果 并将这个成果分为有氧耐力 有氧能力和无氧能力三个因素 其中有氧训练的好处有 1.提升有氧能量的产生 2.利用脂肪产生能量 3.耐力与止久力 4.延长体能表现能力 而无氧训练的好处有 1.提升无氧能量的产生 2.提升冲刺能力 3.抗疲劳性 4.发挥最佳体能表现 其成能力会参考你在这三个类别的表现 来衡量你目前属于哪一类型 在任何类别中达到满分 可反映世界级的体能 透过长期的侦测分析 你的集成能力会被归类到以下其中一种类型 挑战者 全能型 耐力型 公路中刺型 平路型 爬坡型 强力型 中刺型 确认目前的集成能力类型后 你可以透过训练计划来继续提升能力 或改变你的能力类型 你可以透过 集成能力概览的检视路线功能 来评估你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挑战这条路线 在主画面 滑动萤幕检视 集成能力概览 在这里 你可以看到你目前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自行车手 点选集成能力 在这里 可以看到你目前各项能力的状况 点选检视分析 在这里 可以看到装置给你的各项建议 点选检视路线 若没看到任何路线 请先汇入你要用来评估的路线 路线绘制与传输方法 请参考其他相关影片 点选一条路线 向下滑动 点选路线难度 黑色直线表示挑战这条路线建议的能力值 若你的能力值尚未达到要求 并非表示你无法完成该路线 它只是表示你在挑战此路线时 会采取比较耗费时间 且轻松的方式骑程 Never Stop Cycling 欲光前进 赢过昨天的自己 以上就是本次教学 谢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